从直接影响来看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对中国在金主口贸易当中的占比 还是比较小 直接影响我们觉得还是有限的 当然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 在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还是比较明显 这样对国内的输入性的通胀的压力 可能会增加 尽管面临这些问题 但我们也看到 我们在保证国内的能源供给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有利的条件 那么我们看到 实际上从去年四季度以来 持续加大大宗商品的 这种保供稳加的力度 国内的能源供给 实际上是稳步增加 从今年1.2月份的情况来看 我们1.2月份的原煤生产 产量是同比增长了10.3% 发电量是增长了4% 比去年的12月份 也都是明显的改善 这些有利于保障经济的稳定运行 那么从这些下阶段 我们看到 随着各地继续持续加大 坚持稳资当头稳中求进 加大对经济的保障力度 我们觉得外部的影响 能够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